小師兄大控股遊行公司 記者會披露影壇紅桃大計 最強優良基因打造東方荷里活 過百名人群星現身之詞 坊間有很多代購網站 聲稱有大量現貨 有市民以炒價買到心頭號 誰知道原來是假貨 馬上東張西網 歡迎收看東張西網 近年很流行的虛擬實境VR技術 越來越普及 有本地大學 也研發了一套VR考察教材 可以讓中小學生在課室內 都可以體驗到一些 比較難實行的戶外考察 有科技的幫助固然重要 不過人和經驗都不可以缺少 尤其是在電影界 3、2、1 今天香港影壇有一件盛事 邵氏兄弟控股有行公司 委任新主席和董事 同時也透露大力發展華語電影 將香港電影賣向國際 再創高峰 能夠在今天在這裡 大家匯聚一堂 為我們邵氏兄弟的重新發布 今天發布我們的新片 大家來聚會 在這裡我表示由衷的感謝 TVB是和邵氏兄弟 都是中國華人傳媒的傳奇的品牌 TVB承載的一代香港電視人 傳媒人的他們的夢想 我記得我還在小時候的時候 當時還在上海 TVB幾乎所有的那些電視劇 包括邵氏兄弟的電影 是我們整整一個童年的記憶 也就是邵逸夫先生 創造TVB 創造邵氏兄弟 這樣一個傳奇的故事 以及包括一代香港電視人 電影人 傳媒娛樂界的人士 這樣一種創新的精神 這些年一直激勵著我 所以我們今天有幸參與TVB 參與邵氏兄弟 這樣一個偉大的視野 我覺得倍感榮耀 黎穗江先生擁有豐富 傳媒娛樂營運經驗 有國際廣泛合作夥伴關係 在傳媒、娛樂、體育、 互聯網和流動平台等等 都推動了大量創新突破 而TVB成立49年 擁有優良的電影基因 多年培育不少 享譽國際的歌影視雄星 以及幕後人才 是香港影視圈的培訓基地 近年更流行TVB劇集電影版 好像試圖行者一樣 票房高達7億 加上倒成風雲衣 票房更超過20億 成績嬌引 不知一眾藝員 如果想進軍電影 又有甚麼想法呢 如果找我拍攝 我一定會拍攝新獨比刀 我當然會做喜劇 試試新年的電影 當然會找我拍攝 香港最傳統的 最有味道的景緋片 這是我們香港的特色 展版會期待 城寨英雄變成電影版嗎 也期待的 我們之前拍攝電視劇 我這幾年都拍攝電視劇 希望現在有多一個機會 希望有更多機會參與電影的演出 但我覺得永遠 越多人參與 就越大機會 讓無論哪個年代的人都一樣 每個年代都有不同的衝擊 有不同的變化 尤其是我們在國內這麼大的市場 大家都很期望可以參與多一點 警方在今年頭九個月發現 一百元和五十元的偽鈔數目大量飆升 更想不到偽鈔公司 只是用噴墨打印機 去製造低質素的偽鈔 你還要先騙人嗎 Hidy 騙人首先要騙自己 但違背良心很難 你相信你自己可以成功騙到人 其實就可以了 我不是亂說 真的有這種人 電話騙案又出現了 不過這次就不是扮政府官員 而是模認TVB高層 近年在台灣人氣高企的女星 邵宇薇憑青春電視劇打出名堂 上個月和任達華合演的這套經歷片 進軍大銀幕 可能因為這樣 而成為了騙徒的目標 在上個月 有一位自稱姓王的男子 以TVB高層的身份 聯絡台灣女星邵宇薇的經理人 說想跟她拍片合作 所以我要時間 就想要跟宇薇見面 然後訪問她 這位王先生說 會開四套電視劇給她做女主角 又說會開電影版 要求她簽約 否則就會全面封殺她 還說連TVBX都耐她不可 不僅如此 這位王先生還威脅經理人 說清楚她的底細 有大概請香港朋友 幫我打聽一下 她是不是你們的員工 而且她是高層主管 但後來又突然變記者 我大概也知道 這個人不是真的是你們公司的人 所以我一直都蠻有禮貌地回絕她 經理人也曾經查探 這位王浩的來歷 發現她的社交網站 用戶登記叫做李治 而頭像全部都是偷用TVB的Logo 後來她更加以TVB的名義 說要管理邵宇薇的歌迷會 會費都要收1200至1500台幣 因為她有放話說 這個是官方 那官方表示是我們公司授權 就是我們從來都沒有授權 任何一個 余薇自己在臉書上的粉絲頁 經理人都擔心有歌迷受騙 給錢參加所謂官方歌迷的活動 於是聯絡台灣TVBS的記者 希望公開這件事 怎知道節目一播出 騙徒還未知怕 再假扮TVB的外事報 出了封信給記者 不過封信的內容初漏白出 又說報道影響TVB形象 又嚇過記者這樣做會前途盡位 因為我現在也有跟律師在討論 但是還沒有確定會做怎樣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他已經帶給我們一些困擾 覺得他的行為應該也會對TVB 這邊造成一些影響 因為他是一直拿著你們公司的名號 在做這些事情 我們曾經聯絡過這位黃先生 但是他已經沒有再回覆 無認TVB職員是非常嚴重的不當行為 TVB將會保留一切追究的權利 這個騙徒的行為真是大上頭 不過話說回來 如果公司可以幫我 營運我的國際Fan Club 那我可以煩少一點 你說你是不是? 不過可以的 不過你這樣想就會有機會發生 好像他們那樣 累積了那麼多的經驗 終於可以幫我們TVB拍劇了 不過還是新丁一名 咦?我有新師妹? 好, 再來左邊… TVB邁向五十周年 重頭劇集陸續有來 以宮廷鬥爭為題的心功計 選擇極具新鮮感 第一次拍TVB劇集的 劉心悠和周秀娜 預嘴要漂亮又要打 有一個一字馬的機會可以展示 我一直很希望那一字馬 是我以前看人做的 很痛, 頂不頂得頂? 不會想這些, 痛也會做 你也要打的, 在戲裡面 最初沒有, 但我也有說過 因為平時自己也做運動 我發覺原來… 因為我最初沒有把頭式的問題 是 我就說其實我也很想試 關於動作, 我自己也喜歡 但我現在就發覺… 你頭很重 我現在就說不, 我好像說得太早了 是… 除此之外, 好像說有點情慾氣 是不是要跟馬仔鴦鴦騎水 是嗎? 因為其實我還沒看到劇本 他們還在寫的這個時刻 但你還可以嗎? 不要緊 如果我說不行, 我會不會改變劇情 要看劇情, 需要 韋哥和羅琳這對好姐妹再度合作 不過沒有朋友做, 還要勾心鬥 不過他們仍然很期待 因為以前跟韋哥合作過 所以跟他再拍很多年前, 十幾年 真的很有親切感 幾年不要提了, 總之合作過 我們很小時候認識的 兩位都是美人 今天說我不敢用手機遮住你 你覺得很性感, 會不會這個性感延續到古代 應該不會 其實也有點性感 當然, 低一點… 低一點點 是… 而且那些戲服很漂亮 剛才我們… 剛才開會看到戲服, 全部都很色彩 每一個不同的階級都有牙色的代表 我覺得很漂亮, 很明顯, 很鮮明 這次各位演員都是經過精挑細選 加上監製梅小青, 簡直是金鑽陣容 到時千萬不要錯過 年青人追潮流名牌球鞋 不怕你貴, 最怕沒有貨 坊間有很多代購網站聲稱有大量演貨 怎知原來是假貨, 怎樣分爭 稍後, 東張西網 回來東張西網 昨晚跑馬地的馬場賽事 發生了一件罕有的事件 在第四場賽事 有十二匹參賽馬的集商 集商竟然沒有同一時間打開 再看一次慢鏡重播 開閘時, 只有四個集商首先打開 其他集商之後相繼打開 而一號集商是最遲打開的 事件中, 懷疑部分集門開啟時 被泥爬阻礙 是的, 雖然比賽如常進行 不過經過言訊就是決定 以馬匹是不能公平出閘為理由 宣佈這場賽事就是取消和退款 涉及的投注總額就有一億二千六百萬 也算是歷年來首次了 有得退錢就好 不過如果你打算 以高價買一些漂亮的球鞋回來威衰一下 就要小心點 好, 先去吧 腳只有一雙 但很多人都喜歡買很多球鞋 還要不新款不買 不過有時候有些大熱鞋款 甚至限量版球鞋 街上根本都找不到 所以有不少球鞋發燒友 都會由三大途徑入科 第一, 當然是上官網購買 第二, 可以上一些外國網站訂購 最後, 亦都是越來越多人用的 就是經香港網站代購 這一類的代購網站上 見到不少街上比較少見 但又受鞋迷追捧的球鞋款 網站也聲稱有大量驗貨 齊式, 更齊碼 這一類鞋款很多時候 都會被炒至高過市價兩至三成 但在有些代購網站上 他們的價錢往往貼近原價 像這個網站一樣 寫明品質保證, 信心之選 又說免除鋪租成本 回歸消費者作招來 不過有人在網上 真金白銀買鞋 但到收到實物的時候 就懷疑是假貨 像這個社交平台的帳戶一樣 負責人因為不憤 在一個網站上 用一個跟原價差不多的價錢 買了一雙假球鞋 所以特地開了一個帳戶 聲討賣家 我們也在這個平台 聯絡到一位售騙人 他在四個月前 在這個網站上 買了一雙懷疑是假的球鞋 那你怎樣發現到或懷疑他是假貨呢 我看到一雙鞋本身都比較多花紋 還有鞋頭那條滅縫 那條縫都比較開的 還有鞋子和外面都不同 當你發現的時候 跟著之後怎樣處理呢 我立刻拍照給買家看 然後買家說如果我不接受的 他就退回一雙鞋給我 再重新幫我訂 如果我也可以的 他就說退回一百元給我 叫我去穿 那一刻都有懷疑我是假的 不過我嫌麻煩 我還要給他一群運費 去把鞋給他 那我唯有接受 當你跟他對質說是假的時候 他是不是仍然堅稱是真的 是 他仍然說是真貨 是 他說他們不買高鋼 網上以假亂真騙案不絕 很多時單看相片 都未必可以分真假 連上網買球鞋多年的達人 坦然有時很難分 我們就拿著售騙人借給我們 在網上買了的球鞋 去找球鞋達人 一起做個真假大比拼 我就拿了一雙真的東西來對比一下 鞋頭的位置 它的車線 這個真貨 你會看到每條線都車高度一樣 很齊整 那這雙懷疑是假的鞋 它的車線就有點不齊 有點高低 而且它的長度也不同 另外我們看看鞋端位 對 這是真的 它的弧度是比較修新的 這個懷疑是假的 它的弧度就在鞋端的位置 闊一點 在鞋端的位置 其實它的外形都做得不錯 可以留意它內籠的位置 你看到鞋端的增貨 它的膠水紋尾 它會比較密 好像會一橫橫的 對 但這雙其實它沒有用膠水 就看看內籠 真貨 會看到在光線的反射下 它會有光澤一點 而這雙懷疑假的貨 它是暗淡一點 它的底下沒有太多反光 它會放在它的底下 Theo 其實綜合了你的意見 這雙鞋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雙是假的 Theo還透露 不同品牌的球鞋箱 都會對每一款球鞋 有特別的記憶 像這個系列一樣 標示長度的MM字眼 就設計成好像人手寫一樣 目的就是防止抄襲 Theo綜合自己買鞋經驗 提醒大家上網買鞋時 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限量版每個都搶 它的價錢正常都會高於原價 如果你看到限量版 同時它的價錢可能會低於原價 其實都要小心 還有會看看會不會有些款 可能是幾年前出的 但它可能還在賣很齊碼 其實都要小心一下 然後可以看看那間店 有沒有一些實物的圖片 有沒有一些自己拍攝的圖片 看看它會不會只會拿官方的圖片 如果只得一些官方的圖片 就要小心一點 我們亦發現 不少賣假球鞋的網站 被網友揭發之後 隨即就關閉有關網站 再另起勞租 開個新的網站 用同樣方法欺騙消費者 律師表示 任何人售賣違反商標的商品 就已經觸犯商品說明條例 消費者可以要求賠償 事實上其實它是可以要求全數退還 為什麼呢 它本來想買真貨原來是假貨 第二,它其實都可以報海關 海關就會可能找回相關的店鋪 或者一個品牌的人 去核證它是否真貨或者假貨 這樣就可以去檢控 如果是假的 不懂得分辨真假 萬一給了原價買了假東西 真是氣死我 有些東西就氣死人 有些東西就笑死人 例如一個攝影網站搞了一個無厘頭的攝影比賽 主題就是有些看過外形 已經覺得很難吃的東西 有很多東西一看就知道是難吃的 不過以下這些東西,你又敢不敢吃呢 Меня藝是否ilde米淡費 有很多東西因為還可以,這是質疑 bunch 就是質疑全世界 對9人就知道 我們這裡的攻擊 我們在1 Quant 告訴大家 小朋友都喜歡夾糖 這是一隻老的糖 很像 也是老的 咬下去會有血出來的 特別是香港獨有這隻雞腳糖 雞腳也有 萬聖節有大脅你的生意增長嗎 當然有,萬聖節人很喜歡吃糖 生意也會生長出生 Lucy,我再吃一隻糖 這是糖 這麼大,不是糖嗎 是,這顆是全世界最大的糖 真是糖,這麼大顆,怎麼吃 這顆太大顆,不如我吃這顆 這顆也是糖,像一個灼球一樣 很像 千萬不要咬下去,要舀 這顆糖有二十多層 一層層舀下去,味道也會不同 舀完也要兩多月 兩個多月? 有這麼多新奇有趣的糖 Lucy也選了一些糖來迎接哈末 這糖很美味 怎麼會變成這樣? 很香 原來是這裡 大主,你為什麼在這裡拜神? 這是餐廳 我會做給你吃的 我會做給你吃的 給我吃? 我的天 為什麼這麼特別 會想到用香奴做這個 哈末的菜式? 其實這次用香奴做這個菜式 也是一個很大膽的嘗試 是想嘗試用香港本地的環境 來營造氣氛做萬聖節餐 其實做這個菜式最難的部分 最主要是做那隻手指 因為要做得像的時候 在歐華的手指紋 還有指甲方面 都要花一點點心機和時間 而且在杯身上 那道符畫的時候 都需要一些技巧性 因為要兩邊平衡那個形 出來的符就會變得好很多 這是什麼? 吃的, 吃的 奇怪的食物又怎麼只這麼少? 這家餐廳也樂足心思 這個用牛奶和鮮忌廉 做成的奶凍 造型整個腦子的… 吃腦子? 你好, 你們是否專門過來 吃萬聖節大餐? 是, 我們都有這個習慣 每年十月都過來 試試這些萬聖節大餐 這些菜式很特別, 很漂亮 可以拍照 我們和小朋友也很喜歡 但是食物看起來的樣子很逼真 很恐怖, 你們會怕嗎? 不會, 因為這些食物是真的 是 只是假裝出來的 你們喜不喜歡萬聖節嗎? 喜歡… 乾杯… 乾杯 姐姐, 為甚麼睡多了一百癢? 口腦還流血了 我的臉怎麼了? 不知道是否吃了太多 我吃了太多了一百癢, 吃到臉上的 是發光的? 這是萬聖節的限定雪糕 除了有色發光之外, 還有甚麼特別呢 其中一款叫HAPPY HALLOWEEN 會用了鬼造型的蛋白脆餅 另一款叫R.I.P 上面會有一個墳墓做的裝飾 可以根據客人的要求 寫客人想寫的字上去 Lucy, 嘗嘗 謝謝 為甚麼你們會推出這些螢光的雪糕? 因為我們去想這個HALLOWEEN的產品 就會留意到坊間HALLOWEEN的產品 主要是在裝飾室內入手 我們就在想 如果可以在雪糕本身 也會有HALLOWEEN的氣氛 那就完美了 為甚麼這樣? 為甚麼吃完東西之後會變成魔鬼? 停啊, 這麼多了 為甚麼有話說, 鬼吃來甚麼? 搞這麼多事, 還是想跟你們說一聲 HAPPY HALLOWEEN 食物嚇不到我 不過我反而很欣賞 各位廚師們, 他們的創意 造型真的非常令我欣賞 不過如果這個叫我吃的話就… 反而吃我就不怕 我怕吃了之後 就像我們的主持李文芳 變成一隻魔鬼 也是一隻很漂亮的魔鬼 也是, 它是最漂亮的 下次見, 再見 再見 狼狗做安全, 人工貴過保安院 豪宅經常被包洩 可以租一隻狼狗做保安 狗安全越租要多少錢 有沒有標準公事呢? 保安能力又有多強 留意東張細亡 島唔 許住民進市場 很多人都不想理解 但那些人都不想理解 你不想理解 如果這一次就不想理解 你不想理解 你不想理解 你們別不想理解